19世纪初首批中国茶笼 跨越千山万水 携带茶树羊和树种来到了巴西 在今天 一月热内如植物园所在的区域 种下了茶树 传授茶艺 从此中国茶就在巴西安了家 植物园入口处不远的这棵古老茶树的旁边 有一块来自中国福建的法安石 舌头上用葡萄牙文和中文 撞刻着这样一段文字 1812年 首批抵达巴西的中国人 在此栽架茶树 此为中国巴西友谊的见证 在讲葡萄牙语的巴西 查的发音为傻 其发音和字母跟中文非常相似 相知无远近 万里山为零 中国和巴西虽然远隔重阳 但浩瀚的太平洋 没能阻止两国人民 有好相往的进城 从北京到里约热内部 虽然跨越山海 但通过查这一种文化的纽带 两座城市 然后国家的距离 似乎并不遥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